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她呢就是一个美人鱼变成人人 最后因为失去了爱呢 她化作了一堆蔷薇泡沫 那么我们也一直以来呢都习惯呢 说双鱼座非常的浪漫 那么非常的为爱而活 那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中国历史上的最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故事 那么李清照呢 它有一个这个双鱼座的一个典范的星盘 有很多五颗星呢都在双鱼座 包括这个太阳土星明王金星天王星 都在双鱼座 那么水火凯隆呢是位于这个白羊座 月亮金牛木星水平 所以说呢这样一个星盘呢 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可以说是双鱼本鱼了 那么这一个双鱼座的女生她到底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呢 因爱而获得成就 又因爱呢而获得进化 最终呢因为失去爱呢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和成长 少女时代的她就已经名动天下了 为什么 因为她写了一首诗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如梦令》 所以呢先跟大家来念念这首《如梦令》 昨夜雨书风筹 浓睡不消残久 事问卷连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这首诗有多么美呢就不用我说了 那么在一个少女时代她就能写出这样的一首诗 可以说是让大家都非常的哗然 哇天哪她好厉害 可是呢就算是这一首《明动天下》的诗呢 对她来说呢也只是一时的游戏之作 她就是随口就写出来了 这可以说是让大家都真的好羡慕 在传统中国女人无才练士德的这个时代 可是一个少女竟然写出这样的一首诗 但这首诗呢如果说让一个男人来写的话就没有问题 可是你想想一个少女写出浓睡不消残久这样子的诗 因为发现这在古代会是一件多么有诗体统的事情啊 简直可以说就是小泰妹的胡作卑微了吧 但是李清照她布局少结 她虽然身在一个诗书观幻之家 从小就是大家闺秀 但是呢她并不在乎这些凡文辱节啊 她是一个比较率性而为的人 从她的心盘也可以看到 所以她喜欢喝酒她就喝了喝醉了 醒了以后呢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虽然说大家都觉得 这个女子无才便士德 但是一个有才的女子 大家认为觉得实在是太珍贵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像小泰妹一样的性格 她真的是小泰妹吗 实际上呢李清照她也不是小泰妹 她只是呢活得比较至情至性 我们都知道双语座呢她比较的迷糊 她比较不太懂得这些世俗的规则 那正是因为如此呢 她的感受力呢也是非同一般的 她预越了这些规则 她能够写出这样的一首呢 非常有画面感的词 让人觉得感同身受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一个双语座的人 她经常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特别的受规矩 但是呢她随心而不欲聚 不仅如此呢 因为酒呢反而展现出她的诗才 让她将一件听起来 有声风化的事情呢 变得浪漫以泥之急 知否知否应是绿北红瘦 这句话呢 即使呢在我们今天呢 也是广泛的被传唱 从此呢也成为一个少女们呢 感慨的重要标志 那直到今天呢 我们大家听到这两句话呢 也仍然觉得 就像打进了我的心砍利一样 这也许呢 就是双语座的一个强大的隐喻能力啊 所以呢 这个李清照呢 而她呢正好呢 就触摸到了双语座这个核心的本质 她的诗词啊 就特别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微电影 虽然就是短短的几个句子呢 却能将那种俏皮的情绪呢 跃然直上 让人觉得好像 我就看到了那幅画面一样 而且呢 能够感受到呢 作者的情绪 李清照呢 他不仅呢 有这个非常好的诗才哦 他出生在书香门第哦 他的父亲呢 从小呢 就对他有很好的这个文学的 以及这种历史上的这种教育 他又是特别的聪明 从小呢 他就展现出这种非凡的这种文学的才华 不仅会写这种伤伤被揪的句子呢 也能写出一些真辨实证的句子 他呢 对时事呢 批判呢 也非常的犀利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其实呢 已经大概知道了 自己想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那么他作为他的心牌里面的这种 惊天的这种日明图的这种特点 他并不想做一个爱恨首席的大家闺秀 他其实呢 是内心有一种英雄情节的 也因此呢 他成为那个时代呢 绝无仅有的 既能婉约 也能壮阔的女子 当然了老天对李清照呢 是非常的厚爱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般的人呢 有才华呢 就没有家事 有家事呢 就没有好的婚姻 有好的婚姻呢 并没有好的爱情 可是呢 李清照这一首好牌拿的 不仅呢 有好家事 还有好才华 还有个好的婚姻 更重要的是呢 这段婚姻呢 并不是父母媒妇之言 双方从未见过面的 而是呢 一段呢 真实的爱情故事 爱情呢 对于大多数 中国古代的女子来讲呢 都是奢侈的 甚至呢 连想都不敢想 即使呢 你放到了现在 爱情也同样不是 那么能够轻易获得的 还是依然有大大的女生 因为爱错了人 或者没有选择对人 而感到痛悔终身 但是呢 这位双语座的 女性账目 不仅是这样 她得到了月老的 幸运的圈点啊 那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的古代呢 有一个叫做 元宵节的东西 元宵节是做什么的呢 元月15号的时候呢 就会在那个城里面 点上花灯 然后大家呢 就可以上街去看花灯 那么这个时间呢 也是被允许这个女性呢 可以上街去玩的时候 所以很多美好的邂逅呢 都来源于这个 元宵的花灯节 实际上呢 它就像是 它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的情人节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双鱼座的浪漫女生呢 当然也要去凑凑热闹 对吧 那么这一天呢 18岁的李清照呢 他就在这个 汴京的大象国寺去上灯了 上花灯了 那情况是真的 比肩接种人生顶沸 在这个人群当中呢 突然间啊 李清照他就站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了一位 长须美人公哦 正在看着他 在宋朝呢 是非常流行 这个美须的文化哦 所谓的美人呢 就可以说这个人 是非常的帅气了 那这个 拥有这个美人的男主呢 就出现了 因为这段爱情故事 可以说是一开始 就是这么的完美哦 在一个 前任节 遇见了一个帅哥 然后这个帅哥呢 就正好也那么的爱自己 这种桥段跟场面 再后来我们 无数次的去 呃 做过类似的这种 场景的呃 想象 或者说呢 各种文学故事啊 电影故事里面都 这样子的描述 那在千年之前呢 李清赵呢 他是活生生的上演了 一出一见钟情的爱情戏嘛 拥有美人的这个男生呢 他就是我们这个爱情 童话故事当中的 男主角赵明成 那这位赵明成呢 他又不是什么 那种父亲感口的 穷书生啊 他也是一个 家境富有 喜好高雅 跟李清赵呢 门当户对 爱好相似 两个人呢又一见钟情 天哪 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 一个是年龄相当 第二个是门当户对 第三个是学识 旗鼓又相当 第四个是喜好也相近 传说中的金童玉女 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搭配吧 金玉良缘 这些所有美好的话 就印在这两个人身上了 天哪 真的双鱼座李清赵的爱情啊 真的是不知道 羡慕死多少人啊 一切一切的如此 都这么的刚好 用天照地设来形容呢 也毫无为过 那从此呢 两个人之间呢 就开始了一段 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那么这样一对 志趣高远的妙人啊 当然 并不会像我们普通的 市井赏民一样 做一些非常庸俗的事情啊 他们有着显赫的家世 却不屑拿来显摆 有着万千的家私 也不屑拿来满足虚荣心 他们不会像我们一般的女生一样 只对什么化妆品啊 衣服啊 鞋子啊 包包啊 这些小市民的爱好感兴趣啊 他们喜欢呢 是研究金石 古玩 用大量的金钱啊 和精力啊 去购买这个古老的碑文啊 书画啊 绝版藏书啊 并且呢 精神合作 常常呢 见到一本好书呢 就两个人一起呢 彻夜抄书 不仅如此呢 他们闲来无事的时候 还总说完一些高阶的智力游戏 什么游戏呢 就是互相考对方各种古书当中的内容 如果说谁赢了的话呢 就可以先喝到新主处的团查 可以说真的志趣非常的高雅 这大约就是恋爱当中的人能想到的最高境界吧 比软语温存又更加的高端 比这种举暗其眉又更加的亲切 可以说是心灵气和志趣相投了 当然了 我想这可能也跟李清照 他本身双语座这种随和的性格特质是分不开的哦 双语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变动的包容性又很强的星座 我想啊 其实这个双语座的李清照本身 他并没有对这个金石碑文有多么的热爱 但是因为爱屋即屋 他因为爱自己的丈夫呢 就愿意陪着他做他想做的事情 但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词作中发现 他可能最爱做的事情呢 还是写诗附词 天生的 因为他的心盘里面呢 跟这个海王呢 也有关系 所以呢 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的画面提炼和营造的能力哦 他的诗词呢 其实你会看到 不用其他的很多修饰的东西 只靠呢 深色画面的这种剪接 就能达到一种形身兼备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像我们现代电影的这种模式啊 那这种蒙太奇的手法 那么他产生这样一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 像后来曾经在这个西方的绘画史上 曾有一段时间 以这个摩奈亚他们都曾经去研究过 就是这个中国以及日本的这种诗词文化的意象 提出一个象征派的特点哦 那都是因为他代表这种 这个蒙太奇手法 我用一个画面 我用一句话 我来表达出一个画面 然后这个画面我不做评价 但是里面有非常深远的意境 而这种东西呢 就是在李清赵的词里面真的是随手可见 既然他这么的喜欢词作 那赵明成作为一个也非常有才华的人 当然他们经常有这个诗词的唱和 这在古代的这种文人知识当中 是蛮常见的一种相互表达亲密感情的一种方式 那有一次呢 赵明成呢 在公务出差的远行当中呢 他就接到了李清赵的信件 写的这样的一首诗 博物浓云丑永昼 锐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 欲枕杀厨 半夜凉出透 冬离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影秀 莫道不消魂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看到这首词非常的惊艳 他觉得他也应该写一首词呢 去应和一下自己的妻子 李克呢就写了五十首 把这首呢 与清赵的醉话音呢 加在其中呢 给自己的好朋友呢 路德夫鉴赏 路德夫读完了以后说啊 这么多词我看完了之后 我只记住了一句话 那就是 莫道不消魂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这个事情呢 一直被传为词坛的佳话 但我想说 实际上呢 论诗词才华呢 他的夫婿呢 其实差他呢 不止一个级别哦 他写了五十首词 没有办法跟李清赵的一句话 桑品美 但是呢 李清赵呢 是非常的尊重他的丈夫的 愿意嫁妇随夫的他呢 丝毫呢 是没有瞧不起自己的丈夫 但话来虽这么说 自己的丈夫呢 其实对自己的妻子 有这么大的失明呢 未必见得很高兴哦 所以呢 彼此之间的感情呢 实际上呢 是慢慢出现了嫌隙 那岁月的风声呢 深深急促 也不能够呢 一直让这段爱情 就像童话般的进行 他也不得不被抹上现实 颠沛流离的色彩哦 李清赵的父亲和岳父呢 因为朝政的原因呢 先后被隔职了 在二十五岁那一年 李清赵夫妇呢 只好离开了繁华的汴京 去往青州居住 那物质水平和生活的这个条件呢 骤然就下降了 这个时候呢 对于李清赵来说 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但是呢 李清赵呢 她是一个双女所随遇而安 对吧 所以呢 她就给自己请了一个名字 字号 一安居室 就是我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安心的待下去 所谓一安呢 也是表明自己呢 要跟着赵明成的 在庆中的 安居乐业的心境 虽然呢 此处不是故乡 但是呢 我也能将它过成故乡 想让自己呢 在这个时候呢 依然拥有 像往常那样 岁月静好的意思 呃 但是呢 事情总是不能按照想象中发展啊 那一年的丈夫呢 就调任到江宁 那么李清赵呢 就带着他们的这些字画啊 藏书啊 碑吻啊 南下 是 这个朝代呢 已经是比较的动荡了 兵荒马乱 那在这个时候呢 李清赵呢 依然是保持自己这种坚持 但她好容易见到自己丈夫的时候呢 却看到呢 这个这个丈夫呢 已经变得非常的销索了 不像往以前那么的一气风发了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她会这么的销索呢 是因为呢 赵明成呢 她接连的被扁啊 抑制其实已经非常消沉了 那她就对李清赵说 如果说 未来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不测的话啊 其实 哎 这些我们过去 特别在乎的这些字画股东 都可以不要了 你只要留下赵氏族谱了 就好了 这个时候李清赵 真的受到了打击哦 对她来说 她们过往 那一些 为了这些金石碑文 所付出的这种努力 她这样子 过去 一直委屈自己的喜好 一直陪着赵明成 做了这么多东西 可是没有想到赵明成 她根本不在乎 正到大难临头的时候 她根本不把这一些 她们的心血结晶 当做是心血结晶 以清赵来说 其实是蛮大的伤害的 因为她觉得过去 她所付出的那些情感跟努力 都像是一个 进花水月的空欢喜哦 过了不久之后呢 当时身为江龙之府的赵明成呢 这时候知道 有一次呢 这手下要叛乱 可是当她知道 她要叛乱这个消息之后呢 她却没有想着说 我要去评判 而是呢 独自一个人翻墙逃跑 当了逃兵 这个对李清赵来说 真的是非常大的打击哦 从小我们就知道 李清赵她是一个 有着白羊性格的双鱼 她自己就是过得比较洒脱不羁的 然后是有点 大丈夫豪情的女生 所以她看到自己的 深爱的男人 竟然是个软骨头 而且是自己 一直都怀着期待的丈夫 可是在和平盛世时候 大家相安无事 一到了战乱年代 这个人的本性就爆不出来了呀 所以她内心非常的愤怒 她又写下了这个千古绝句 身当做人节 死意为鬼雄 至今思向雨 不肯过江东 那么这首诗呢 是让她的丈夫呢 非常的羞愧啊 过了不久之后呢 就去诗了 而他们之间 30年的这个燃烧爱情的路呢 最后呢 就这样子凄凉的收藏了 这个事情呢 对李青少来说呢 又是一个打击 她就一改她早年的那一种 天真浪漫的这种文风呢 而变得呢 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淒清 哀伤 那么这时候呢 就产生了 她最著名的一首词 叫做深深慢 这首词 非常非常的美 她也完完全全呢 超脱了一般词的这种 格律套路 是完完全全 崭新的 属于李青少的一首词 可以说上天呢 燃烧了双鱼座的爱情 也许呢 是为了让她用叠字呢 创造出词史上的一个奇迹 然而呢 才华呢 并没有办法去拯救一个 双鞠的女子 那相信爱情的 李青少呢 选择了再一次 幸运爱情 而且呢 我们要注意到 双鱼座的这个性格 她的依赖性非常强 她一个人独立生活的能力 是比较差的 所以呢 双鱼座的女生呢 她是蛮容易被人趁虚而入的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有另外一个人呢 她呢 就进入到了 李青少的生活当中去 可是呢 这个人呢 并不是真的爱着李青少啊 当她知道呢 李青少的所有的收藏啊 都丢失了以后啊 她立刻就班里也不认人了 对她呢 经常的家暴 哦 这个对李青少来讲 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想她一个 大家挥秀千金小姐 曾经嫁的丈夫 虽然有点懦弱 但也是一个 非常尊重她的人 可是现在她的二婚呢 却让她面临了一个 这种非常势力的 非常冷酷的一个男人 而且这个男人 就是为了她的钱才来的 那现在她不是 蒙受了奇耻大怒吗 所以呢 她非常的愤怒 她就做出了一个 非常坚定的选择 那就是 跟这个渣男离婚 哦 其实呢 到了现在 已经距离李青少的时代 一千多年之后了 呃 即使是现在 已经是女性独立程度 这么高的这个时代 仍然呢 很难去做离婚这件事 呃 可以说呢 在当年的李青少呢 她也是遭遇了空前的阻力 但是呢 看似软弱的双语座 内心只要有了坚定 自己的抉择 她就会 绽放出这个强烈的 抗压力量 她就冒着这个 深陷领域的勇气 以坚决要求离婚 那之后呢 李青少呢 就一个人呢 呃 度过了她的晚年 那不管多么激难的日子 也要心怀梦想 这是呢 李青少他在离婚之后呢 他的想法 尽管呢 再一次呢 接受了爱情的这个打击 之后呢 李青少成熟起来了 他变得坚长了起来 他不再考虑 找一个人来伴随他 而是呢 决定呢 用他自己来伴随自己 于是他放下了之前 那个特别愁苦 七月的时代 之前 炸门周也再不动 这许多愁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开始重整旗鼓 他自己一个人呢 头身悉心整理 看教他与赵明成的合著的那一本金石路 最终呢 将他完成 并且出版了 也就在这个时刻呢 他终于明白了 某一个时刻 他可能只是 爱上了爱情本身 与幻觉本身 实际上 他对自己的丈夫 要求那么高 也不见得是正确 因为他的丈夫 本来就不是一个英雄 只是一个精学研究的学者 你不能再过多的要求 一个人 什么都有 对吧 人生的路呢 最终呢 不能靠既望于其他人而活下去 不管是怎样的爱着 或者爱过 然而此时的李清照 他并没有懊悔 因为他理解了 生命的意义 在此刻 完成了进化跟成长 此时的他 既不是踩下眉头 却上心头的惆怅 也不是这次的 整一个愁字了得的伤感 而是放下了一切愁苦 才可以看见 纯粹的爱情之美 有时候爱情 其实本身跟爱的人 并不相关 但是那些惊奇了的欧鹿 还是装点了 记忆里的时光 李清照的一生呢 就是一个信仰爱情的双宇座 不断进化的一生 在看清了爱情的真帽之后呢 他回归到了双宇座的宽容和理解 那在线当年小儿女 天真烂漫的 与当年硬是绿肥红兽相呼应 这一次不再是为负心词 抢说愁 这一次他发自肺腑的 为我们描绘出了 记忆里最美丽的自由与欢乐场景 他诉说的 则是内在深深的了解和顿悟 什么是爱 爱就是接纳了所有 同时也放下了所有 我想 这是李清照 他能够创作出那么多千古加剧的内在遗憾 他以一个特别扩大的胸怀 接受了这一切 这也是爱的真谛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也不需要要求太多 如果他让你失望 你也不需要太过难过 生命就是这样 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相遇成长 完成了彼此的情话 这就是李清照给我们的启示 如果你是一位正在为爱受苦的女性 我希望你能体会得到李清照的心情 不管在什么时刻 每一个女性都始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坚强 不要为了谁而放弃自我 生命中遇见的欧如 可以让它变成生命当中的某一段美好的记忆 但不要因为这个记忆而失去了你自己的全部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静电雨 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 不要忘记关注静电雨 因为关注静电雨会让你们更好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